大家好 我是怡主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健康的湯水 就是雪耳海底椰豬骨湯 我預備了半碗雪耳 半碗海底椰 另外預備了豬骨 如果用瘦肉也是一樣的 另外預備了幾塊淮山 少許肉粥和藍不幸 另外預備了兩粒蜜棗 現在先和豬骨出水 雪耳會浸淋身 其他材料會洗乾淨 水滾之後放豬骨 大約出水5分鐘 豬骨出水後 現在要用水盡量洗乾淨 那些髒東西要洗乾淨 現在把所有材料放進鍋裡 加入清水 蓋過材料 大火煮滾 大火滾起之後 我們會用大火繼續煮15分鐘 熄火焗15分鐘 然後用中火煮半小時 熄火焗半小時 焗完之後 現在再開大火煮滾 再下鹽調味就可以了 雪耳海底椰豬骨湯做好了 大家都嘗嘗 如果你喜歡 給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Thank you